慈慧文教基金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国际音乐交流的演唱会 邀请到芝加哥、林荫合唱团和国内的合唱团来进行演唱交流 现场吸引了好多观众朋友来欣赏美好的歌声 演唱会首先由永平管乐团带来精彩的表演 而这场活动是由慈慧文教基金会所主办 永和区的永平高中及新时波有线电视等单位协办 慈慧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长勋指出 会举办这样一场活动 是因为他有同学旅居芝加哥 而当地侨民组织了林荫合唱团 这一次回国演出 因此他争取再永和家演一场 就邀请了永平高中的管乐团 及国内知名的故乡合唱团 和基金会所属的慈慧合唱团 一起进行了一场交流演唱会 慈慧大家都知道 是我为了感念我母亲 去八十岁胜克的时候来成立的 今年我母亲高瘦一百岁 所以今年是二十周年 我们过大举办 这个活动也是其中之一 林荫合唱团是由华侨所组成的一支合唱团体 难得回国演唱表演 借着这个机会 与国内的各合唱团进行经验的分享 以及歌唱技巧的相互交流 以歌会有不失为难得的观摩机会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唱报道